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首席国际顾问近日,举办2024年半导体产业展望,媒体记者会邀请道道两位前外资王牌分析师,腾旭投资长程正化与巨新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以及知识力执行长徐建仲。 程正化与会中表示,预期整体半导体产业于2025年有望强劲成长,而对于2024整体半导体产业展望,则给予本次看待。 程正化指出,短期来看,虽然库存消化到一个阶段,不过消费端还是低迷加上中国硬着路问题,以及目前来看,评价面也不是特别便宜的状态下,要继续大幅上修较不容易。 因此,再景气不是特别好,但也没有更坏消息的情况下,预期2024年的产业展望为上有锅盖,下有支撑的状态。 程慧明则指出,在AI的推动下,预期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年增16%,全球半导体资本支出预计将年增6%,并指出,台湾半导体与美国互联网公司的联动会越来越强。 而存储器方面,程慧明表示,尤其是DRAM的部分值得留意,根据Transforce预计,2024年DRAM销售额将年增40%, AI方面,受惠的供应链中除了AISIC之外,还有HAI,MB,PC,甚至是手机等未来都有望受惠。 不过,虽然需求会拉高,但目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发酵。 同时,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送出了一组报告,汇总报告了2023年第三季度晶圆代工份额的份额情况之外,还其中展示了目前全球半导体的格局。 首先,在全球半导体收入方面,汇达排名第一,超越英特尔,成为了老大,得益于AI人工智慧的爆发,汇达是绝对的受益者,其份额占据了11%。 可见,由于科技巨头对人工智慧伺服器的强劲需求,预计汇达将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在半导体收入表现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英特尔凭借着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业务,紧随其后市,10%位居第二,由于PC订单的增加,收入环比增长。 而三星、高通、博通、SK海力士和AMD分别位列3至5名。 三星为之第三,环比增长来自其记忆体业务的持续复苏。 SK海力士也受益于这一趋势,并报告了营收的环比增长。 手机处理期市场,在2023年第三季度,联发科已33%的出货量领先,但份额在28%的高通营收才是真正的第一。 而从整体而言,高通依然是第一。 而苹果是第二,份额分别是40%和31%。 联发科技以15%的份额位居第三,占全球智慧型手机APSOC总收入的15%。 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晶圆代工行业的市场份额呈现出明显的等级。 在处理期的代工方面,台积电遥遥领先,以令人印象深刻的59%的市场份额占据了主导地位, 得益于N3的产能提升和智慧型手机的捕获需求。 排在第二位的是三星代工,份额只有13%,联电,Global Foundries和中芯国际的市场份额相近,各占6%左右。 报告中指出,在2023年第三季度,目前代工厂凸显的讯号是,市场以5奈米4奈米细分市场为主导,占有23%的份额。 这种主导地位,远于强劲的需求,这归功于人工智慧和iPhone的需求,而7奈米、6奈米市场份额保持稳定,显示出智慧型手机市场订单复苏的早期迹象。 另一方面,28奈米、22奈米细分市场因网络应用库存调整而面临挑战。 至于,65奈米、55奈米细分市场则因汽车应用需求下降而出现下滑。 台积电同时保持全球设厂,维持领先地位。 此前,在2023年8月董事会后,和罗伯特博士公司、英菲林科技股份公司和恩智浦半导体, 共同宣布有计划将共同投资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以提供先进半导体制造服务。 该厂总投资达100亿欧元以上,德国政府预期提供50亿欧元补贴。 台积电欧洲首厂预计将创造约2000个就业档位,也是德国政府暗中交涉近两年的结果。 日本经济新闻此前分析称,台积电决定到德国建厂的最大关键,被认为是德国政府的补贴,后者占这项投资的近一半。 ESMC目标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晶圆厂,并于2027年底开始生产。 近期市场传出台积德国厂的洁净式工程,传出由德国厂商易德科XI的承包。 而其余台厂则为协力下游厂商的议题,引发外界讨论。 针对网传台积电德国厂捷径式工程由德商承包的消息,台积电日渐表示, 有关ESMC建厂工程以确定承拦厂商的讯息为不实揣测。 台积电称,针对ESMC晶圆厂计划,相关选商流程仍在进行中,相关评价和选用作业皆需要一定时间,目前并无进一步讯息可分享。 公司供应商临选作业有其专业和严谨规范,请大家避免过度议测以维持选商公平。 另外,台积电2020年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先进晶片厂Five21,预期2024年第一季度正式装机。 2024年底前量产,但面临的挑战随之而来。 除了通膨压力不断升级,建厂成本飙升,劳动力短缺,以及工会影响力大之外,美国政府尚未兑现承诺的补贴和优惠条件。 因此,台积电也将正式量产时间延后到2025年。 不过,据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Five21,目前该厂已建制mini line,且2023年底多家供应链已开始少量供货。 这代表着,当前已开始建设少量失产线,预计在2023年底前有多家供应链提供少量设备的情况下,2024年首季开始失产。 但由于成本考虑,最初的4nm晶片产能提升速度将减缓,第二期生产3nm晶片也将缓慢增加,总体预期产量可能会缩减。 客户方面,有市场消息指出,Five21的美系客户中,除了大客户苹果以及AMD之外,汇达执行长黄仁勋也曾表示,将不排除在Five21下单。 另外消息传出,英特尔也将会在Five21投片。 供应链人士透露,这些美国大厂向台积电亚利桑纳工厂下订单,主要是为了响应美国政府的需求,而且数量不多。 由于台积电美国晶圆厂的制造成本较高,且产能有限,他们向台积电下的大部分订单仍在台湾完成。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